一部分,一部分是旧的,一部分是新的 我都是刚刚在我们教会讲的了 那个题目是什么呢? 身体 我去的时候是8号到12号6月2015年 你知道为什么我喜欢在这里讲吗? 为什么我可以跑来跑去一下 我都是可以运动 我跟你讲,最近我才知道,如果一个钟头你跑来跑去讲道 有4000步 4000耶,蛮不错 我需要那个运动 哈雷路亚 OK,来,我们看看 董哥,你这是要试试看 哈哈哈 我还记得 我飞去那个时候 第一个晚上,我睡觉半夜的时候 我起身 我就感受到两个手指好像麻痹了 好像中风 是不是中风 会不会吓到 我真是给他吓到 我就快一点运动他 希望他可以再一次动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感受到身体的重要性 然后神有解一句话 在圣经节 来,谁可以帮我读 好,谢谢 来,请读 哈啰 在教会 教会都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都是要好好爱 基督的身体 不理是两个手指都好 不理是两个手指都好 重要不重要 不重要啊 身体每一部分蛮重要的 不理你是哪一部分 Amen 所以跟你隔壁讲 你是蛮重要的 Amen 没有你不行啊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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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今天如果我的脚被打到 有东西跌下去 我整个人跳起来 Amen 脚痛 整个身体都是会感受到那个痛 Amen 一部分的身体得到荣耀 会不会整个身体都是很开心 很喜乐 会不会 是吗 还是会酸酸啊 不是我啊 为什么是你啊 哈哈 为什么是Dr.Guan啊 为什么不是我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会不会你酸酸这样 哈哈哈哈 我们要恢复那个身体的感觉 咔哭哭哭哭哭 Amen 我相信圣经所讲的是真理嘛 是真的 正是会的 Amen Amen 不理谁 好像如果 不理谁 我们每一个人要感受到他的痛 Amen 这个就是圣经 这个等一下我继续解释 有一个见证 等一下才分享 这个是我住的地方 不是五星级的酒店 我是在这里 认为我自己中风 你知道motel跟hotel什么分别吗 motel是有房间 给你住 没有餐厅 没有swimming pool 什么都没有的 比较便宜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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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跟你讲很奇妙的 我去到哪一个地方 神每次都是要我爬高高的 去高高的地方 有一次在中国我有分享过 要去爬那个山 爬了那个山 还有一个塔 还要爬上去 你知道我这样大致 蛮麻烦 这次感谢主 就这个有电梯了 就不用我爬上去 这个是什么呢 布山塔尔 布山的塔 都又要我上去 不过感谢主 有电梯 去上面做什么呢 祷告 神有信息要给我 就今天有带回来给你们大家了 就他有给我三个信息 一个当然是给我自己 一个是给教会 教会是家嘛 另外一个是给神的国 我今天我会分享一等二了 没有时间分享三 ok 来我看 第一给我自己 神在那个时候已经提醒我了的了 身体的重要性 为什么我们的身体这样重要呢 以前一路来我的想 比较重要是灵嘛 我一路想就比较重要是灵 我要建立我的灵命 我没有想到我的身体是这样重要 后来神就提醒我 你要献上什么呢 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 来请读 一二三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 欠你们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 也是理所当然的 Amen 既你神跟我们讲要献上什么 献上我们的文 献上我们的灵 不是 是献上我们的身体 Amen 身体重要 如果你要身体一大堆病 你这样献上给神用 Amen 所以我跟你讲啊 今天是讲到你要献上你的身体 当作什么 活的祭 不是死的咧 还是半死的 要活生生的祭献上给神 好 身体重要不要呢 说神那个时候就跟我讲啊 你要成为哪一种身体 你要成为哪一种身体 第一个 还是第二个 做论区了 第一个最好了 哇 很fit啊 像我们的brother这样 看到他就知道他很fit啊 buster啊 他罐都不错啊 哈哈哈哈 我都差一点 那个时候我差一点第二个了 哈哈哈哈 第三个就免谈了 吊水了在医院 枪服侍身呢 哈哈 枪要服侍身呢 吊水了 哈 在医院了 躺就在那边 多个官知道 那个时候2015年 我有一大堆问题了 那时候刚刚那个slip disc 哇 蛮严重的那时候 不过感谢主了 现在越来越好了 哇 你问他 那个时候我常常见他的 哈 现在 起久没有来看你了 哈 这样这样 提久没有来看他了 越服侍越健康了 我跟你讲 Amen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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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重要 听众姐妹 你要照顾好你的身体 哈 那时候我乱吃 没有运动 一大堆病 眼睛开始蒙 哈 腹息开始有问题 睡觉要用一个 C-pack machine 哈 哈 然后颈都有两个slip disc 哈 有中风过一次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连头到脚啊 都有问题 我跟你讲 哈 然后还有什么呢 心脏乱跳 AF 是为了这样中风吗 哈 然后还有呢 腰裤都是两个slip disc 哈 哈 种种种种种 不过今天 我可以去宣教 哈 有一年 我去几多个国家 哈哈 我都忘记了 哈 十多个国家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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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照顾好你的身体 哈 Mr. Chai 那个时候 我关心我了 我还记得 在我的office啊 他说我不听话啊 他很关心我耶 他拿一些布给 那些 哈 资料给我看 吃多一点菜 好 哈哈 哈哈 我就没有拿来看哦 如果那个时候 我真是去留意啊 去拿来看啊 我就没有这样多病了 Amen 要照顾好哈 这很多牧师啊 没有哦 就很多就 很早就死掉了 是啊 说你死了 你这样早死 你这样继续服侍神 不行啊 Amen 你的身体病的半命 每一次都是要看医生 怎样服侍神 Amen 好 OK 来 我们继续看啊 OK 给教会的 可以说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OK 那我们是他的肢体 所以这个 我们看一些身体的观念 肯子的观念是在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到十三 来 请读 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 就如圣子是一个有 却有许多肢体 而且肢体虽多人是 一个圣子 基督是这样 我们不具是犹太人 也是西里尼人 西里尼人 是为奴的 是自主的 都从一位圣灵受起 成了一个身体 引一一位圣灵 Amen 基督姐妹 我们是一个身体 不了了 OK 没有两个还是三个 我们是一个身体 你喜欢不喜欢 是一个身体 不了了 为什么我们是一个身体呢 当你洗礼的时候 你知道吗 当你洗礼的时候 你跟耶稣一起死 一起埋葬 一起复活 当你洗礼的时候 你就进入耶稣的身体 你就是身体的一部分 Amen 然后我们有一个主 有一位圣灵 活在我们里面 Amen 就是这个圣灵 让我们合一起来 Amen 所以一个身体罢了 没有两个还是三个 OK 所以我们是合一的 Amen 身体是合一的 你看你自己的身体 是不是合一的 合一的吗 除非是你割到半 割到割来割去割了 就没有办法了 合不到 OK 第二 一个身体不过有很多肢体 一个身体不过有很多肢体 OK 所以我虽然是一个身体 不过很多肢体 每一个肢体都是不一样的 Amen 是不是你不是眼睛 你就不是属于那个肢体 我不是眼睛 我不是属于这个肢体 不是 是不是我不是脚 我是手 我就不是属于这个身体 不是的 我们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 如果今天是一个肢体罢了 如果每一个人 就好像刚刚我们的姐妹 很会赞美敬拜的 那姐妹走去哪里啊 什么名啊 带领敬拜那个姐妹 哈 哈 哈 啊 Gladys 如果每 哈 Denis Denis 如果每一个人要讲 我要像Denis讲 在上面 哇 赞美敬拜几好 所以整个教会是每一天 每一个礼拜来是赞美敬拜 乖不乖 乖啊 乖啊 如果整个身体一个眼睛 乖不乖 乖 乖乖来了 Amen 你是你 我是我 Amen 如果当然在美敬拜 谁讲到啊 谁不是 Amen 不行啊 所以不要 都是我们都不要渴望 要像别人啊 Amen 你是你 如果你是脚就做脚啦 你是手就做手啦 哈 Amen 哈 所以我们都不要渴望 人家 像我们 所以我们就是 诶 我这样厉害 赞美敬拜 为什么你不行呢 我就常常 要挑我的长老啊 叫他你要去 带你赞美敬拜 哈哈哈哈哈哈 我只好怕到半死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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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不是赞美敬拜的料嘛 Amen 不可以渴望嘛 人家像你啊 Amen 你是你 不是我 我们每个人有我的 我们的功能的 不一样的 Amen 哈 不过再一次 就是最好的 哈 OK 然后 Colindo 签书 12章21节 来 请读 1 2 3 哈喽 眼不能对手说 我用不着你 头也不能对脚说 我用不着你 啊 我们P只需要对方 Amen Amen 没有哪一部分都是不行 跟你身边的人讲 隔壁的人讲 我需要你 Amen 真是 我们需要 P只需要的 哈 Amen 没有你不行啊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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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没有一个手指都不行啊 我们不要讲一个 一个手 一个这个脚啊 哈 没有一个脚你就跳来跳去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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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一部分啊 好像中风了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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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开玩笑 哈 需要的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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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客观 不是理念 不是我 不是 不是教会的领导安排你是属于哪一部分的身体 你是什么恩赐 你是什么岗位 不是 这些切都是神所安排的 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不一样 我们每一个人的calling不一样 呼召不一样 我们每一个人的岗位不一样 我们每一个人发费的功能都是不一样 不过这些全部是神安排的 神安排的是不是最好 不要妒忌别人 神安排给你的是对你最好的 最适合你的 你为什么神创造你在那个岗位 发费你的功能 Amen OK 来 请读这个 来 一二三 神在教会所势力的第一是使徒 第二是先知 第三是教师 其实是行义能的 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 帮助人的自理师的所谎言的 Amen 你看有种种种种的岗位 有种种种的恩赐 不单单是在这里 在Colinto前书十二章都是有讲到 然后在另外一个部分 然后在罗马书都是有讲到一些那些恩赐 所以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OK 所以这个蛮重要的 是这段圣经节 我们再读好吗 一二三 免得身上分门别类 总要肢体彼此相顾 若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 若一个肢体得荣耀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Amen 甚至你讲到 No division in the body 不要打分针 有这个分裂 我们的教会就出了名 分裂了几次了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讲到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我还是二十多岁了 第一次 第一次讲到Bernambus 那个时候给我的题目是什么 就是这个咯 基督的身体 我准备几个月 第一次嘛 没有讲过道 准备来睡觉啊 里面那个脑 还是在那边想那个道 脑里面好像讲道这样 后来 我跟你讲 那个时候都是 教会差点要分裂了的时候 差点要分裂的时候 神就偏偏给我这个题目来讲 我讲那个时候很平常 我讲你这样 没有什么特别 没有经验嘛 讲很平常 不过我一讲了啊 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吗 我哭 整个教会都哭 我不知道你再没有那时候 你还没有来我们的教会哦 真是哦 那时候我还记得 以前是中英文堂不是在一起的嘛 为了support我啊 中英文堂一起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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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给我鼓励嘛 第一次讲嘛 我说超名奇妙 你讲完 我哭哦 哭到半命哦 就整个教会都哭到半命哦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们有纷争 教会差点要分裂了 我们披止伤害对方 你知道不知道 当我们披止伤害弟兄姐妹 披止伤害的时候 什么事情发生 你知道吗 我们在伤害耶稣咧 因为什么 我们是基督的圣体 Amen 那时候耶稣给我看到一个异象 我还记得我家的时候 要去Neline Office 什么 忽然间看到一个身体哦 哇 一痕一痕 一痕一痕伤 流出血的咧 还没有好的咧 还伤 我就问耶稣 这个是什么 什么 他讲这个就是我的身体 你还记得吗 保罗在Damascus路的时候 他要去逼伯基督徒的时候 一个广照样 然后一个声音跟他讲 那个声音是耶稣的声音 那个声音 耶稣问保罗 为什么你逼伯我 当保罗逼伯基督徒 他再逼伯谁 耶稣啊 Amen 当你给一杯水 弟兄姐妹喝 你坐在水的身上 耶稣啊 Amen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 我是第一次讲道啊 我哭 那个时候是什么呢 耶稣在哭啊 他是用我这个身体哭出来啊 耶稣 耶稣伤心 Amen 不过后来都是继继续分类 但我跟你讲啊 人的心真是刚硬 不过一次耶 还继续分类几次耶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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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我们人心真是耶 耶稣都在哭了嘛 哈 啊 哦 不过现在没有了 感谢主 哈哈哈哈 回改了 没有再分裂了 很多年了没有再分裂了 Amen 所以重要哦 要披子香菇 谢谢啊 这个就是披子香菇嘛 那个好像那个比较好哦 哈喽哈喽 OK啊 OKOK OK 等一下我就继续 讲要披子香菇呢 讲要建立基督的身体 讲要恢复身体的感觉 一个部分痛 整个身体痛 一个部分得到荣耀 整个身体喜乐起来 讲 耶稣就吩咐我第二个事情 那时候我在不散的时候 我们是肢体嘛 耶稣讲 建立我的身体 这个建立我的身体 是谁的责任 做每个人的责任 因为什么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都是他的自己 OK 来我们看 要如何建立基督的身体 好 建立两种关系 我们要将建立基督的身体 这两种关系是神与人 人与人的关系 就是这两种 直接这样嘛 神与人 人与人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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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看啊 我们每一部分的肢体 有两种关系的 你看那个手 手跟头有关系嘛 Amen 手都是跟别的肢体有关系 Amen 所以每一部分 每一个肢体有两种关系的 你有 跟头有关系 然后你有 跟别的肢体有关系 所以这个就讲到哪两种关系 一个是跟神 跟耶稣 另外一个 彼此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两种关系蛮重要 这两种关系是什么关系呢 你就看圣经了 来 马可福音12章 你要尽心 尽心尽意 尽力爱主你的神 其实就是说你 要爱人如己 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 还有这个耶和福音 耶和福音第15章12节 你们要彼此相爱 像我爱你们一样 这就是我的命令 Amen 所以你就讲到那两种关系 两个最大的诫命在圣经 第一个是什么 你要全心爱神 第二个是什么 你要爱人 好像爱己这样 如己 这个是讲到那两种关系 我们跟神 跟彼此之间 然后耶稣都是给我们一个新的命令 你要彼此相爱 好像我爱你这样 这个是给教会 Amen 所以 讲解你这两种关系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 有可能我讲过 这个是一个耶 Yap Chunket 还记得他已经回天家了 我叫他Aban 这个见证是神透过他教我们的 Yap Chunket 他以前有Colom Cancer 有Colom Cancer 有割过一次 然后没事了 他有八年的生命 然后第二次再来就蛮严重了 以前我跟他 认识他的时候 我都是喜欢吃的嘛 吃好的 喝一点红酒 所以我们两个很喜欢去Hotel 去哪里有好吃 我们就去了 那个时候都是蛮不听话 没有照顾身体 哈哈哈哈 所以我们先先的关系是这样 吃喝的关系 后来有一天 他第二次Cancer 当然了你第二次Cancer 还可以去吃喝这样呢 不行了 神那个时候就吩咐我了 摩汉你要停 然后你要照顾他 他是你的number one现在 他要去哪里你要带他去 他要做什么你陪他 你要放下 我跟你讲啊 常常啊人家跟我讲 那个时候我很忙 我有九个office要管嘛 常常长老啊还是牧师啊 叫我服侍啊 我常常有一句话给他 我忙 我忙 忙 是啊 常常是这样的 不要忙啊 突然叫我很好的朋友 出事 如果你的儿女出事 你还忙啊 你要不要放啊 肯定放下嘛 所以神就叫我要放下 照顾他 他要去医院里载他去 我差点每一天 他最后那几个礼拜 我差点每一天陪着他 差不多过年的时候 我还陪着他 年期 年期 新月日我不用戴罗state了 我跟你讲 一个病人啊 差点 process 要死的病人啊 他的心性会动摇 需要人家陪他 他会开始怀疑神 所以我们就一起祷告 那个时候我还记得 要帮助他再一次 跟神的关系兼顾 我们两个的关系都是兼顾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都相信耶稣是做医治的 耶稣可以 可以医他 可以吗 可以啊 所以我们就祷告耶稣你医他 恢复他 然后看到一些异象 看到他在床里面 床 起来 然后看到他 他自己看到的 他爬一个山 爬爬爬好像泥山这样 越爬越爬 很难我爬不上去 很泥来的 好像一路爬一路爬一路 后来真是爬到上去 意思是他胜过了 Amen 所以我们就想耶稣你是要医他 他会胜过这个病 所以我们就一路祷告 主啊你医他 恢复他 他要拥有你的名 越祷告他越 越几惨 没有好 越严重 越祷告越严重 严重到吐血 跟我讲话都一路血出来了 然后痛到 很痛的 Colomb的 痛到要摸 那个heroine 那个白粉要放 如果受不了 如果不是受不了 所以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就 医生都做不到什么了 叫他回去了 等死 哇我跟你讲啊 那个时候我真是很心痛 他痛到半命啊 我里面心痛 当他要离开 离开医院这样 discharge 医生是医生帮不到你的时候 我里面真是很痛 我哭 我在医院那边哭了 弟兄姐妹 我们在建立什么 我们两个不单单是跟神建立关系 我们彼此之间都是建立关系 我们就恢复到那个基督的 身体的感觉 虽然我没有痛 他的身体痛 不过我的心痛 Amen 这个是他教我的 后来什么事情发生 是不是我看错了 那个人的遗像 都没有得胜 不是 我继续讲 没有还没有讲完 后来 我给他神理不一他 准备他回天家 是要准备的呢 准备他回天家 我就给他卡带他听 讲他回天家了 就跟他讲天家是如何的 这个美好的地方 一些圣经节 一些什么 准备他回天家 后来我就问他 你准备好没有 准备回天家没有 准备回天家没有 他讲我准备好 我愿意回 感谢主啊 好啊 所以我们就祷告 主啊你快点带他回去 没有意思嘛 给他痛下去 Amen 神没有医就带他回去啦 神都没有带他回去喔 莫名其妙 我真的 主啊你不医他 你都不带他回去 你搞什么喔 你搞什么喔 没有意思啊 你继续给他痛 这样 你看回到家 都是要用那些白粉的 然后他已经不是 有时候分泌 有时候醒 有时候分泌 这样的情况喔 后来我们还去他的家敬拜了 不过每次敬拜 他会有流脸泪的 还是信靠耶稣 后来有一天 就我跟长老有在他家敬拜的时候 突然间神就给那句话我们 那个时候我就收到这个 刚刚我们讲那个 那天我就收到这个圣经节 神那个时候就透过我们的Aban 跟我们讲 跟我跟长老讲 你不要再分裂消费 你不要再伤害我的身体 你要披止照顾 相顾 要披止相顾 好像你们现在 顾Aban 顾这个Yap Jun Ket 这个是好 Amen 披止相顾 多一点做这个 Amen 破坏那两种关系的 不要再做 建议那两种关系的 多一点做 Amen 就为了这样 我们的教会就 慢慢慢慢就没有分裂了 这个信息是谁带给我们的 Yap Jun Ket 我跟你讲 你不要看一个病人 神不可以用 可以 他有没有得胜 他有 他胜过Cancer 他不怕Cancer 神没有医他都没有问题 他胜过 他胜过怕死 他准备要我回去 他讲没有问题 神要带我回去 他胜过怕死 然后不单单是这样 他胜过苦难 为了要带这个信息给我们 为什么神没有带他走 为什么神要带这个信息给我们 要他带这个信息给我们 Amen 这个是不是得胜 是啊 所以他拿病到半命在医院 他还是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 今天我们就有他这个见证 Amen 感谢主 我去到哪里 我讲到 有讲他的见证 我讲他的见证 讲一个钟头了 心里我讲短短不了 一个钟头了 刚刚我讲 心里没有办法 要是短一点 因为说还有别的东西要讲 OK 都记得要建立那两种关税 有建立的你要多一点做 破坏的你就千万不要去做它 OK 你为什么很简单哦 所以我今天啊 我们的弟兄我伤害他 我伤到他 他受伤了 他不要动了 他不要吃风了 Amen 说那部分的身体就中风了 谁害的 我害的 他都不要服事了吗 我不要来教会了 你叫我服事了 不要开玩笑 我不要 对不对 就当分裂是这样 很多人会心失望了 哎呦不要了 我做礼拜可以了 你不要搞我了 我不要再服事了 有些回去世界更惨 谁要负责 我们自己的领导 我们要负责 Amen OK 来我们继续看 第二 如何建立基督的身体 找到你的本位 在那边发工 当然我开始都是 我不知道我是有什么恩赐的 我不知道我是什么岗位 都讲 什么都试试看 不知道吗 什么都试试看 我跟你讲 我什么服事都做过了 我做招待员做过了 我做扶手做过了 主日学我都是带领过了 那时候没有男人做主日学吗 带主日学 全部是你的 OK 我去了 然后还有 咱们敬拜佛都有 不过不是在教会 在祷告会 讲道 带小组 种种种 去mission 我什么都试过 你试试看 后来你就知道 你怎样要知道你是哪一个恩赐 很简单 你怎样知道 如果手做脚来跑 辛苦不辛苦 你拿手做脚来跑 辛苦不辛苦 肯定辛苦的 你不单单是你辛苦 整个身体都是辛苦 对不对 我就是这样 我还记得我赞美金带 我辛苦 因为说他们music 我哽不到了 你叫我清唱我还可以 music一起啊 哽不到 搞到大家辛苦 我都是辛苦 那个是不是我的恩赐 没有过效 那个就不是我的恩赐啊 那个就不是我的岗位咯 说不是你的岗位 你要怎样 因因在那边 不行啊 弟兄姐妹 我们能上 我们就能下 我们就能移 移到 你找到你的岗位 不要你上去了 如果你为人我做 带领敬拜 我上去了 我不理啊 我不要下来 你不用 没有给我面子啊 叫我拉我下来 哇咯 这样不行呢 整个身体辛苦了 所以 弟兄姐妹 如果领导者 叫你下来 没有问题的 Amen 可以移的 移到 对的岗位 啊 那你看 我讲到 行不行 啊 我讲到开心 你们大家都是开心 Amen 这个就是我的岗位咯 我就好好讲到咯 Amen 哈哈哈哈哈哈 讲到有果效 看世主啦 Amen 很简单啦 OK 不是很难的 找回你的岗位 找到了好好在那边发功 就 大家都是开开心心 整个教会就复兴起来了 Amen 如果一部分不怕功就麻烦了 就是一个中风的教会 我们不要看到耶稣的身体是中风的嘛 要不要 不要啊 耶稣的身体是活生生的 Amen 健康的 不是个中风的身体 不过今天很多教会 算中风了 需要Doctor G 这时候 为什么没有什么果效 就是这样嘛 对不对 你中风的身体 怎样服事神 怎样带动复兴 这样 不行啊 Amen 来我们看 在这个 这个是 Efficient 来 读那个中文的 来 读11跟12先 来请读 耶福所书第四章11节到12节 他所识的有使徒 有先知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 为要成全圣徒各进其次建立基督的身体 成全圣徒各进其次建立基督的身体 我就学了一些新的治疗 哈哈哈哈 OK 所以我们需要五重资分 五重资分 五重资分 就是 基督 先知 传福音的 牧师 教师 神给这五重资分的 来建立基督的身体 准备 准备圣徒 OK 所以五重资分 在一间教会没有 没有关系 国有 我们可以建立的 就为什么需要那个国 需要教会跟教会的连接 因为说 你真是需要一个五重资分的 这些岗位起来 帮助建立基督的身体 OK 然后这六 来请读 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和事 摆结各案各自 照着各体的功用 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Amen 所以这个是照着各案各自 我们要 意思是每一部分发工 每一部分做 我们就在爱中建立自己 你看 这个责任 要建立 我们要建立自己 不是看外面的人 我们要建立自己 在讲的情况中 爱中建立自己 基督的身体 我们是自己 我们需要建立自己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有这个责任 我们要建立自己 怎样建立自己 在爱中 就刚刚讲了 那两种关系 OK 你跟耶稣的关系 强 你知道他的吩咐什么 我跟你讲 当你 我要喝一杯水 都好 眼睛 先要看到 然后脚要跑 然后我的手要伸出来 拿 然后我要开那个 那个罐 我要拿来 口要 开口 喝 如果哪一部分身体 不听话 喝到吗 喝不到 整个身体就 口嗑 会嗑死的 Amen 我不是开玩笑 你看 每一部分身体 要听头的话 那个跟头的关系 蛮重要的 如果你中风了 跟头 connect不到 就麻烦 你跟鼻子之间 connect不到 一个喝水 都做不到 要喝一瓶水 你就做不到 做很简单 我们听到 耶稣的吩咐 你爱耶稣 你就要 服从他的 命令 守守爱耶稣 守到命令 去拿那罐水 服从耶稣 爱就 服从 当每一个肢体 每一个肢体 服从耶稣 就感谢主 你就看到 整个身体开始动 这个就是他的意思 我们在爱中 建立自己 不过 怎样建立自己 整个身体要动 每一部分要动 不是坐在那边 要开始动 Amen 现在在教会 几多个人开始动 有几多percent 开始动 你教会有几多percent 人开始动 不行耶 教会常常是 牧师是你动就可以了 我们这边做 牧师 领导 家 家 组长 喂 不是那几个percent 罢了耶 你们每一个人都重要的耶 我们要 在爱中建立自己 每一部分要开始动 Amen 那个字包括你 Amen 好像比较近了 好事来的 我跟你讲 你开始动 你就开心了 你看我几开心 别说你找到你的岗位 你发挥你的功能 你肯定开心的 Amen 神不要你伤心 不要你 什么 神要你开心 Amen 有一句话嘛 一首歌 Trust and obey There is no other way To be happy in Jesus But to trust and obey 让我们信靠耶稣 服从祂 服从祂的命运 发挥我的功能 发挥我们的功能 我们就happy了 Amen OK 来 我们继续看 哎 怎么跑掉了 啊 哎 不见掉了 OK 要怎样建立关系呢 要怎样建立一个爱的关系呢 耶和福音三章十六节 大家很熟的 神爱世人 来 请读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独身子赐给他们 叫切信他的不是美王凡的永生 Amen 所以你爱 你只要 给 很简单 你爱 你只要需要 给什么 给你的时间 给你的金钱 给你这个 你的生命 给你的才干 Amen 我还知道 我现在做公公了 爷爷不是公公 Jerame太太生了 在家每一个都是要给 那个baby 最重要 我都是要陪他 照顾他 爱就包括要 给 耶稣的榜样 神的榜样 他爱世人 他给他唯一的儿子 我们每一个都是 需要给 然后爱是什么 十字架的路 读家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 来请读 耶稣又对众人说 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Amen 耶稣讲你要跟从我有两个条件 爱就是十字架的道路 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我们需要舍己 第二是什么 天天背着我们的十字架 这个是什么意思 舍己是什么意思 简单来讲 舍己是为耶稣 For Jesus For others 为别人 不为己 Not for self So in short Jesus Others Not for you So joy 你就会喜喜乐乐 OK 讲这个 我还记得我去这个trip 去这个 那个时候神就带领我 要去 虽然那个时候我的身体很多问题 然后我大飞机 超过四个钟头都是很痛的 就整身会痛 然后去到那个地方 我都是不可以跑很远的 我跑一下子就要坐在那边 给他们去跑 我不行 我要坐 因为怎么会痛 所以这个都是舍己的一部分 虽然身体不是这样健康 不是这样好 不过神叫我要去 如果我不去 就今天没有这个信息 所以去咯 然后去了还是什么 神要我做一个榜样给我的儿女 可是我的儿女 那时候我就给她每一个人一笔钱 Pocket money 当然他们很开心 每一个有Pocket money 每一个一样的啦 三个 三个的Pocket money一样 我要看她怎样用她的钱 你知道他们怎样用吗 全部用到完 用在谁的身上 用在自己的身上 那个给钱的他的爸爸 莫名其妙 一样东西都没有买给我 正常不正常 你的儿女会不会这样 我试了我儿女 那个时候啦 2015年他们还笑 他们会 全部用在自己的身上 买到很开心 爸爸没有 妈妈都没有 后来怎样 我没有骂他 后来 回到来 我们12号回来嘛 12号6月 13号6月是我的生日 没有一个人记得 哎哟 Oh my God 我出这样多钱 带你们去旅行 给你们钱买礼物 我的生日没有人记得 隔一天罢了 没有人记得 正常不正常 我们大家 挤就是最大的问题 Amen 为什么耶稣讲要舍挤 我们从小到大都是为挤的吗 是不是 正常啊 Amen 不过我不是神的旨 Amen 说那时候我 他们就忽然间有人跟他讲啦 应该是妈妈跟他讲啦 他们几个都是 哈 哈 后悔啦 去去来见我咯 爸爸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要什么 我们三个人 卖给你 你知道我跟他们讲什么吗 我不需要什么东西 你给我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 如果你好好爱耶稣跟随他 那个就够了 Amen 这个是最好的 为什么我知道 我陪不到他们一世人 我有一天要走 我现在的六十多岁 如果他们爱耶稣 根据耶稣 耶稣会看顾他们 Amen 这个是最好的礼物 OK 所以这个是舍己啦 都是叫他们要舍己 你不舍己 你怎样跟随耶稣呢 哈 我跟你讲啊 我们的身体 神创造我们这个身体啊 都是舍己的 对啊 如果你现在的 右手被蚊子咬 你的左手会不会去打他 会啊 左手不是为他自己活啊 他为整个身体活啊 Amen 你看到吗 我们的每一个肢体啊 都是为自己活的 他为头跟整个身体活的 如果那个左手不听话 那个蚊子是Nyamo Edis 惨不惨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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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种Dengue耶 会死人的耶 不要开玩笑耶 这边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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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还有 我跟你讲啊 这个很奇妙啊 神给我看到这些啊 哈 看来讲啊 还有啊 哈 哈 我们要天天背着我们的死 要为愿意付代价 你知道我们的身体都是 每一个肢体都是愿意付代价的 如果今天有人要拿刀来砍我 你的手会不会顶啊 如果走不到啦 没有办法 如果走得到你就走啦 不要给他砍嘛 如果走不到 没有办法了 他杀到来了 你要怎样 你的手肯定顶的啊 愿意牺牲自己的 Amen 是啊 你看 神创造我们这个身体 都是 一个舍己的身体 然后一个愿意付代价的身体 然后一个愿意付代价的身体 Amen 教会都是这样 Amen 教会都是会这样 好 来 我们继续看 conclusion 了 哈哈哈哈 好 很简单 要建议基督的身体 讲 建议它两种关系 神与人 人与人 第二 找你的岗位在那个身体 好好 发工 所以这个是 最后 这个符招 这个是最近 去年 最近一个月前 我在一个祷告会收到的 我相信这个是神要跟我们讲的 在这个行的一年 来我们读 两端圣经 第一端圣经 罗马书 来 请读 罗马书第六章十二节到十三节 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网 使你们顺从圣子的失忆 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 去明 也导要向从十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 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 Amen 这个同场 罗马书 早一点是讲到 常常我们是用在洗礼那边分享 所以我们跟耶稣一起同时一起埋葬一起复活 所以我们已经归向耶稣的身体 所以你归向耶稣的身体 你要献上你这个身体给谁 这个我们要做一个选择 以前还没有信耶稣 还没有洗礼的时候 我们就献上给自己用 还是献上给罪 当个罪的儒仆 当你这样做你就献上给谁 你就献上给撒旦 没鬼 Amen 就成为什么一个不公义的器皿 以前我们还没有信主的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为自己活 都是献上给撒旦 所以成为一个不公义的器皿 所以当你已经信了耶稣 洗礼了 那天你根本是跟神讲 我现在不要为自己活了 我现在献上我的身体给你 成为一个公义的器皿 Amen 所以今天当然很多时候 虽然有时候我们都不明白 在那个洗礼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献上 很多时候我们洗礼了 我们还是没有真实好好献上给神 我们还是老样子 还是献上给罪 还是为自己活 当你这样做你就成为 不是一个公义的器皿 Amen 所以今天我们要检查我们自己了 我们要坦白 现在新的一年 我们目前是献上我们的身体 当中一个公义的器皿 还是一个不公义的器皿 这个我相信神要我们考虑 如果你是知道你不是献上给神 我们要改 今年是要我们要改的时候 Amen 然后你献上给神要做什么 就第二个 罗马书 12章来 请读 1 2 3 按我们所得恩赐各有不同 或所议员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 所议员 或做指示就当专业指示 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业教导 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业劝化 施舍的就当诚实 治理的就当殷勤 怜悯人的就当甘心 Amen 所以这里都是 我看英文的有多一点 中文的少了 所以当我们献上给神做什么呢 如果你是说议员的就说议员咯 如果你是教导的你就教导咯 如果你是赞美金派的你就赞美金派 是这样简单 就是找你的岗位 发费你的功能 然后英文的那篇有讲 所以我们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我也经历讲 你知道吗 我们是属于整个身体的 Amen 我们不可以当我们自己是属于自己的 Brother我不是属于我的 我是属于你们的一起的 如果你是在这点教会 Amen 我们不再可以为自己活了 我们是属于这个身体的 我们要为这个身体 为耶稣 我们都是属于耶稣的 Amen 教会今天要有这个看见 有这个身体的观念 你要看见 Amen 我相信今年 耶稣要给我们一个突破 我们要看到整个身体活起来 我们要看到每一个人献上给主 当作一个公义的器皿 来发费他们的功能 找回他们的岗位 我们要看到耶稣的身体 不是中风的 Amen 耶稣的身体是健康的 是活生生的 今天你要做这个选择 来我们一起祷告 Hallelujah 哦 是的 主耶稣 弟兄姐妹 现在就是你要回应神的时候 耶稣在等待 耶稣的渴望 是要看到他的身体被建立起来 Hallelujah 当我们做一个 做这个很重要的决定 你要献上你的身体给谁 给撒旦 成为一个不公义的器皿 还是你要献上给耶稣 成为一个公义的器皿 我们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我们是属于耶稣的 我们都是属于这个身体的 弟兄姐妹需要你 耶稣需要你 我们每一个人要做正确的选择 主啊我在着你 我要成为你的 公义的器皿 让我造回我的岗位 造回我的恩赐 我要好好在这里发工 让你的身体被建立起来 让我们可以成为这个时代 这个地方的祝福 是的主 耶稣 耶稣你的身体不是中风 你的身体是活生成的 Hallelujah 耶稣要透过他的身体 做几大的事情 几大的工作 在我们的当中 是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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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我们宣告 这间教会是爱你的 我们宣告 这间教会要建立拿两种关系 跟你的爱的关系 披子之间的爱的关系 我们宣告 一间教会 要找到每一个人的 每一个人在一间教会 要找到他的岗位 好好发工 来服侍你 是的主 你要身体要建立起来 感谢你主耶稣 感谢你主耶稣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谢谢大家 神高仰 陪的 坐在吧 弟兄妹姐妹 因为时间关系 如果你需要回上去 请上前来 当我们敬拜在你当 待我们领着歌的时候 上前来 让上帝的 爱 上帝的怜悯 圣灵的团结 跟我们在一起 记得在下个星期 同样的时间 来这边 圣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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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的